好酒贪杯 而且据说他神经衰弱 总是睡不好觉 工作的时候旁边必须摆一瓶酒 这样才能继续工作 不会吧 反正我无所谓 只要到时候能够按时交稿 不影响工作喝多少都行 而且最关键的是 季川居然不讨厌他 这个太难得了 李川 你离开上海差不多四年了 是不是也该轮到你 回来主持上海的工作了 我只是暂时回来一下 顺便看看老朋友 竞标结束以后我就回去了 季川到时候也会被调走 总部成立一个新的公司 董事长打算让他接手 到时候恐怕他也是脱不了身 那上海这边谁管 我会跟董事长大力推进 好好表现 可是这次泄密的是 青年的标不用担心 掉了不怪你 重的话算你的 怎么样 谢谢 干 来 干杯 干杯 酒量不错嘛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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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值得 小秋 请叫我安妮 工作的时候请不要喝酒 现在好像是下班的时间吧 下班也不能喝 你是在关心我吗 我是在关心你翻译的品质 这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我绝对有关系 凭什么 凭我是你的老板 老板 等一下 老板 还你的衣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一期的标对我们来说是意义非凡的 这是我制定了一份项目进行推进标 当然了 仅供参考 一天一个脚步 这么急 不是我急 是夫人急 你应该知道 家园跟方氏这几年一支大市场站 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所以说 这一带的风景不错 既然来了就好好逛逛吧 专案的部分就不用费力了 我心里有书 李川 咖啡 我只喝不加糖的 我猜到了 我没加糖 谢谢 我朋友在里面 她像身体很差 我打电话她也不接 敲门也不应 你们可不可以帮我开一下门啊 好的 好的 你整晚都没有睡啊 我睡了 只是没有在床上睡 你答应过爷爷什么 快进去里面休息吧 我爸等要开会 我先去洗礼 你什么会都别去了 我当然要去 我上午要勘察现场 下午还有一个投标预备会 我先进去了